早餐鸡蛋饼每个人都爱吃 但是很多人做的容易发硬咬不动 我今天给你分享一个懒人早餐鸡蛋饼 这样的鸡蛋饼主打的就是一个柔软 而且手不粘面就能够搞定 学会这个懒人做法让你轻松搞定早餐 先准备一个大盆 在盆中再放上一个我们吃饭的碗 然后在碗中我们再加入面粉 这个面粉用普通面粉 高筋面粉或者是低筋面粉都可以 面粉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一瓶碗就可以了 把面粉倒进盆中 然后再用刚才的碗在盆中再加入两碗清水 大家记住用什么碗装面粉 然后就用什么碗来装清水 一碗面配两碗水的比例 保证你能够做成功 然后我们再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的时候一定要多搅一会儿 搅至没有干面粉的状态就可以了 搅得越细腻 这样做出的饼才没有割挡 搅匀以后在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加入食盐不仅能够增加底味 而且还能够让做出来的饼更加劲道 搅匀以后放在一边醒40分钟 再准备一把小葱 我们给它切成稍微碎点的葱花备用 再准备三个正经的母鸡蛋 然后在碗上给它磕破 磕破以后搭进碗中 然后再用筷子我们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面糊也醒好了 然后把鸡蛋液和葱花都给它倒进面糊的里面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 电饼档预热 然后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 然后再把我们的面糊搅进电饼档的里面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厚 太厚的话不容易熟 而且吃起来也不好吃 然后开中小火慢慢的烙 烙至饼定型以后刷上一层食用油 刷上食用油将做出的饼会更加的柔软劲道 而且翻面的时候还不容易破 我们烙一张饼大概是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中途多给它翻几次面 一直给它烙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样做的饼非常的柔软又劲道 表面金黄以后就可以给它盛出来了 我们这样做的饼凉了以后它也不会硬 关键是做法比较简单 而且保证翻锅的时候不至于破皮 里面加入了鸡蛋吃起来还营养 早上的时候搭配牛奶或者是稀饭喝都特别好 暑假的时候赶紧学会做给你家的孩子吃吧 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